車輛後擋風玻璃破了一個大洞 這台車更慘 玻璃全破了 連車廂內也被砸毀 地上也散落著大片的碎玻璃 車廂內一共有11台車 不論是進口車還是國產車 全都慘遭毒手 車行預估損失超過了200萬元 打到業績了 打得很嚴重 怎麼 兩個人就打嗎 好像彈了二三十分再打 他們去的應該就要 就是談判應該不會 找那麼多人去 周欣負責人遭毆打掛彩 頭顱破裂 手骨折目前還在醫院治療當中 而會受傷全是因為修車 引發的糾紛 我認為說這個不是我們要付的錢 就是他們自己把它弄壞掉 就是我們沒有必要去付這筆錢 就是他們一來 硬要叫我們付的錢 兩個月前一名車主來修車 當時車行進行板金和烤漆服務 沒有維修引擎 不久後車輛引擎燒毀 出現了許多問題 車主卻自行到原廠估價 要求中古車行要賠償8萬5千元 雙方都是談判 但都沒有結果 我說你這樣子太過分了 他說不然你店就不要開了 然後後面就找人來 就把我們的店給砸了 把我們人打也打 28號下午車主一次找來朋友 到車行砸車打人 隔一天交保後又到車行砸車 除了車行的周欣負責人受傷 另一名前往談判的 靈性男子頭部也重創 大概沒講兩句話就開始答案 警方到場後逮捕行凶的三人 他們坦承和車行的周欣負責人 以及另一人互毆 警方著手調查也會追究刑責 東升消耗民權宜容在桃園報道